俄罗斯最高历史规格的接待 所有权力机构的大佬都到了 中俄合作真的不设上线 中国专机降落俄罗斯 俄罗斯给予了最高的接待领域 这绝对是历史上没有的高规格 看一看名单就知道了规格有多高 一 俄总统普京压阵 二 俄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维杰夫 三 俄副总理切尔内申科 四 俄外长拉夫罗夫·埃康 五 俄国防部长邵伊古 六 俄央行行长 七 俄航天局长 八 俄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长 九 俄六位副总理 十 俄财政部长 十一 俄交通部长 十二 俄经济发展部长 十三 俄原子能集团CEO 俄罗斯所有权力领域的头头都来了 这绝对是空前的 历史规格的接待 意味着历史级别的合作 这么高规格的接待 说明了俄罗斯对维护与中国关系的重视 也说明中俄将会达成历史级别的合作 过去俄罗斯在合作中国时 还存在一些顾虑 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想法 毕竟俄合作的重点在欧洲 但是俄乌冲突让俄罗斯与西方彻底翻脸 俄与欧洲合作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 对西方失去幻想 就让俄不再有别的私心杂念 合作中国就成为了唯一的选择 这次俄对于中国专机 给予历史规格的接待 背后就是历史级别的合作 从相应的接待阵容也可以看到 中俄之间的合作将没有上限 在任何领域只要符合中俄一致的利益 就能达成合作 中俄历史格局的合作 世界格局一种全新的调整 中俄之间无限制合作 影响的不仅仅是中俄 而是整个世界格局 中俄全面的深化合作 意味着当今世界格局的明显调整 中俄经济合作影响当今世界格局 西方在经济领域的霸权将会受到挑战 中俄经济上互补性非常强 中国需要的能源 俄罗斯基本上都能提供 中俄安全领域的合作 也将对世界安全格局造成影响 世界安全的核心是平衡 过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主导了世界安全 从而导致了失衡 这也是世界安全局势恶化的基本原因 如今中俄安全合作升级 中俄背靠背互相支撑 双方能够互相为安全依托 只要中俄被靠背 肩并肩 西方国家想要破坏当今世界秩序 都是不现实的 中俄在安全上互相支撑 也为世界安全支起来的一个稳固的支撑 确保世界不至于陷入混乱 确保世界秩序不至于陷入混乱 俄罗斯就是这样